三長老 以及諸位貴籍政府的長官署 署我御經理稱呼 以及諸位法師大德 諸位居士 大家早上好 本人呢 請代表 台灣天台中 傳奇第46代 法師父 顯功長老 他已經年齊104歲 年齊在美國 今天很榮幸 在我們兩岸三地的天台中交流大會當中 能夠跟大家見面 而 諸位天台中的傳人 當然 我十多年前就來過天台山 這是我們的主題 這十幾年來 可以說 來了五次 我常常說 如果回到我們大陸來居住的話 大概就 天台山是我能夠居住最大的地方 作為一個天台中的學人 並不是因為他是作為學人 所以我們說他非常的好 說他圓榮而已 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天台中在第六世紀的出現 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創造 怎麼說呢 中國在西元 紀元 零年的時候 可以說那個時候 魂盡地傳入了西方的印度代表的佛教進到東京 這過程當中 從完全不理解佛教是誰 然後再慢慢地透過隔壹佛教的轉制 可以說是佛教的道教化跟修仙化 慢慢地進入到了 中國羅斯大學的精確翻譯 使得我們中國人在固有的文化之下 對於佛教有了更深刻完整的理解 接著呢 還是沒有問題 因為世尊講經說法 應各個時代眾生不同的幾乎 各個修行地境不同的眾生 他就有種種說法的不同 作為當時吸收印度文化 最廣大的土地的眾生 他幾乎由南方 由東方 那麼一路地 由西方 一路地傳入了各式各樣的佛教的景色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遇到了 經典景色上的不同 以及修行方法上的不同 甚至於大小乘修行方法的不同 面對這麼多的不同呢 而當時我們中國的祖師們 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怎麼樣整合 怎麼樣告訴一切 這些未了解佛法 或者想要修取佛法的人 那麼有一條完整的路 我們從這個歷史的沒落上來看 這當中又進行了兩百多年 可以說到西元前的四世紀 五世紀 這當中所謂的學派佛教的興起 一經一論的深入研究也非常地廣 當時的北方禪修為主 南方因為他的天后和文化的環境 使得他能夠在教理研究裡可說是興盛的 就在這個時候 天台中經由慧文大師 慧斯大師的前期的布局 到了智子大師 他來到了南京 在北方禪修可以說他贈得的法華玄陀羅里 法華玄陀羅里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能夠於一意中轉出無量力 我想世尊以一個絕的根本 能夠利益一切眾生 必對應一切眾生不同的期 這就是佛教特別的地方 也就是回歸到人的本質 然後能夠以人的本質作為這個世界 所有人類乃至於一切眾生的最大公約數 所以他的和諧並不是一個表面意義上的圓滿和諧而已 是從你內心裡顯化出來的一種實修實證 跟側證這法界圓融的形態 那麼我們這樣的歷史來看 當時的兩百年的學派佛教 仍然沒有找到佛陀最終的生命之意 唯有到了我們智子的聖師 他當年在南京的時候獎經八年 可以說皇朝 朝廷為他霸朝三日聽經 然而他老人家仍然不以此為主 他覺得獎經說法聽經的很多 證物佛法的人不夠 那就在這個時候 他來到天台 到了我們的修禪室 那是飲品 那麼去禪宣 這裡頭我們看到了智子的大師 教理的圓融之外 還要透過教理圓融之後的實修實證 來展現世人一個最深刻的完整的佛法實踐 這種圓融是世尊出世的根本意 並不竟然是因為說 中國人特別喜歡圓融這樣而已 所以當我們理解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知道天台中的未來的弘洋 從天台山在對世界上的弘洋 那是必然的 而且是必須的 而已 因為智子大師完成了印度 諸位大德法師所沒有完成的事物 那就是終理了世尊出世一派佛教 所謂的開示互入佛子之界 這樣子的終極圓滿統一的佛法 舉入世協會 那這樣子作為天台中的主題 作為能夠完成這個最大職業 將世尊的說法最終完成的天台中 我想在今天能夠舉辦這樣子的一個交流大會 可以說是我們天台佛教文化再興的最大職業 我在此呢 祝以聖誠的祝福之意 也是表達我們對於各級政府 還有我們領冠法師 能夠有這樣的擁見的至於至高不上的尊敬之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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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